等一下我們還會補拍跟小朋友的照片 還有跟我們密室網的合照 當然不會 我覺得已經過了 好 那我們乾脆就現在先來拍照 來 小朋友來準備一下 沒有 我全部凹凸 OK嗎 右邊 我又想到好玩的了 糟糕了 貝貝你有看到第二排有好多你的粉絲嗎 那我現在想要叫你拿 甜甜的林田香看著都募到多少錢 哇 那你這樣後面的粉絲壓力很大耶 對 其他粉絲亮麗而為 亮麗而為 對 對 謝謝 好啊 哇 對 你跟他們講說待會再給你拍合照 然後捐款 再給你捐款 然後再給你拍合照 真的 甜甜真的是這個招數非常的厲害 對 因為他們可能是想要補助自己喜歡的甜心啊 就會來不及 可是 沒關係 今天他就是屬於你們了 謝謝你們 謝謝你們 一起共享盛舉 然後一起幫助我們的弱勢兒童 我們讓他們可以三餐溫飽 謝謝大家 請幫我們轉貼轉發所有的相關資訊 然後讓更多人知道我們這個活動 然後有更多人可以一起出一份心理 謝謝 謝謝 現在甜甜的尺度就已經玩到這麼大 等到甜甜再去擔任我們的老人的大使 老人關懷大使的時候 我想冰冰應該會冒感覺 真的 哇 小朋友 欸 欸 他 不要跳鋼管 好 正中間 好 右手邊 你那個青蛙抓得住 好 OK 謝謝 嗯 其實一開始是我在Facebook上 然後看到他經紀人PO他的照片 然後我就問說這個男生是誰 然後他就跟我講一次 然後後來呢 我又 就是他的照片 然後三次我都問了三次 因為我一直以為他是不同的 然後就是因為這樣子 就是 然後他經紀人就覺得說 就同一個人啊 所以他覺得 還是就讓我們認識這樣 對 後來我們就有出來 然後就是 我那時候去 我那時候教甜甜開車 對 他考駕照那時候 對對對 然後他有陪我練習 然後教我開車 我的 甜甜是很厲害的學生 還是 他算是很有 蠻有天分的 對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他考試就緊張 然後考了三次 哈哈 嗯 怎麼會緊張 其實我覺得 因為現在新的那個 駕照真的不好考 對 他還要那個路 真的正式上路考 然後他還要口訣 然後每一個動作細節都要做到 所以我 可是我兩次都是在S那邊 就是進去出不來 出不來進不去 都卡在S裡面 然後就是 但我覺得現在這樣也好 所以更多人就是不會那麼容易就拿到駕照 然後大家就會比較安全 對 大家技術就會變得比較好 對 就便便你上一次是 就是 端午節跟長輩們一起高級 然後 這次是跟小朋友 那你自己覺得自己是 大小公司的人嗎 因為你也是男神 對 其實我覺得 那你現在有沒有先跟甜甜 請教一下 跟小孩子的 就是相處的方式 因為甜甜是 大小 我都很喜歡他的 喔對 其實甜甜他 我那時候就是跟他出去的時候 我就覺得 他非常的就是所有的 其實我覺得他很得所有人 就所有人的緣 就是小朋友 然後老人家 或者是一般人 一般的年輕人 都蠻喜歡他的 對 然後像我自己的話 其實我也蠻得小朋友緣 小朋友都蠻愛找我的 但是如果跟甜甜在一起的話 就會遜色 你看這樣剛剛都看得出來 對啊 對 族群不一樣 那就很多真的很多少女 他少女的族群 他少女的族群好龐大喔 那甜甜剛才跟小朋友玩得很厲害 那你有沒有什麼撇步 我覺得其實 就是把自己變得跟他們一樣 就是突然間你可能要跟他們變成是朋友 然後呢 跟他們玩遊戲 但是要讓他們知道 如果有時候玩得太誇張 然後跟他講這樣不可以 但重點就是要有耐心 然後跟他們當好朋友 嗯 就是就是 你接棒公立啊 過年要到 那你有什麼樣的 就是計畫要來幫助那些弱勢人 他們就是 溫暖的做多心意 嗯 其實最主要的就是 從我身邊的朋友 我也會請我一些身邊的圈內朋友 然後先一起共襄盛舉 然後傳遞這件事情 然後再來就是 希望大家真的可以看到我們 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然後一起參與 嗯 那我覺得 就是如果你要一起參與的話 我覺得 那天好像可以一起喔 可是我去募款的時候 我們一起用身體力去做公益 我們一起用身體力去做公益 對啊對啊 你也是可以 好像可以 其實老師也常常做公益啊 有沒有什麼是令你印象最深刻 然後感受很暖 有幾年 呃 我 我的話其實是 呃 老人 因為老人 對 因為我從小又是隔代教養的 然後之前呢 有一次有一個公益活動 然後因為那個阿嬤 他的名字就叫春豪 然後我之前演的戲的名字叫春豪 然後他就一直很希望可以看到我 然後他們 他們是 他們也是那種 呃 就是 政府有 審核下來 然後需要被照顧的一群老人家 然後我就去見他們 然後跟他們一起吃飯 然後他們好開心喔 然後就一直跟我聊天 一直跟我講話 然後後來他還跟我講說 呃 阿我什麼時候還會再去 阿什麼時候還會看到我 然後我就覺得 就很像自己的阿嬤 像我自己的話 我是本身就是 我其實我 我蠻在乎 就是 有些弱勢兒童 像比較偏鄉的小朋友 他們都沒有東西吃 或是就是 三餐比較不寄我 然後我都會定時捐錢給他們 就捐給一些公益團體 好像捐給紅心智慧 我覺得可以讓他們 就是我們一點點小小的錢 可以讓他們得到溫飽 我覺得是非常有意義的 嗯 就話說明天是秦軒的生日 阿對 你都準備了生日禮物 我準備了生日禮物 我當然會去阿 我是不神秘 最不神秘的神秘嘉賓 對啊 但是如果禮物的話 現在可以講嗎 拿捐款箱給他 拿捐款箱給他 那是其中一個禮物 但是我自己有 我自己有準備另外一個禮物 就是那個 一個旅行的套組 就是沖繩三天兩夜 欸但是 對啊 明天要給他驚喜 就是可能大家一起去 對啊 我們幾個好兄弟一起去 可以分享一下 怎麼讓外表變美 還有讓心變美 我覺得其實很 有一句話叫 那像有心聲這倒是真的 嗯 當你人過得開心快樂 然後學會愛自己 你要先會愛自己 你才有能力去愛別人 然後跟 就是散發出一些力量 然後讓大家一起來 做一樣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 先自我認定 自我肯定 然後相對的 你就會散發出一種 很迷人的魅力 這是我自己覺得 然後那個魅力不見得是 外表就是很漂亮 或者是說 哇跟其他那些辣妹 哦一樣 但是不一樣 可是很吸引的感覺 就是要有一顆善良的心 就是 你就是可以變得 就是 就是 怎麼講 就是會變得比較 慈祥嗎 還是怎麼講 慈善 慈善 就是看起來 讓人家會覺得很好清淨 對啊 我覺得 我真的覺得做善師 是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 人美心也美 嗯 嗯 那2020年即將來臨啊 嗯 可以請兩位透露一下 就是 工作的什麼樣的心理 或者說 新年新希望 還是什麼 我的話呢 因為 就是我現在很 就是轉演員嘛 然後 現在還是在拍戲 然後新的一年 希望我可以 呃 能夠更多可以挑戰的角色和戲劇 然後 歡迎大家來找我 什麼角色都可以 然後 讚 還有 不要再叫我演媽媽了 可以看一下我演年輕人 演媽媽 那 基本上我當然希望說 2020年在戲劇作品上面 會有很好的成績 嗯 我希望我自己在2020年呢 其實我自己也希望可以接到 更多不同挑戰的角色 然後其實我自己有另外一個小小的願望 就是 就是其實當主持人也是 我自己覺得當主持人也是一個 蠻有趣的挑戰 因為真的 真的要學 學習很多東西 然後懂很多東西 對啊 然後我自己現在也在 就學跳舞 然後學唱歌 然後學吉他 就是看到時候看能怎麼樣發展 公司怎麼安排 就是努力就對了 謝謝 謝謝